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我们稍微看一下 当然我们再来去解 到底未来的盘 因为今天3月31号 那整个4月份的盘 到底要怎么去看 我们再来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来看 现在台北股市跌了100点左右 今天开第25点 那现在跌差不多快100点 那今天最低跌127点 那各位老实说 今天看这个盘 你连续涨了3天 你今天稍微有点震荡 稍微有点压回 大概都算合理 大家可以接受 甚至于剩下最后一个交易日 我们就大概4天的清明假期 那最后这两天有点震荡 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好 重点是 台北股市涨上来之后 到底会不会有机会呢 一路再冲高继续往上攻 这才是重点 對不對 你想想看 台股昨天收盘 应该可以就是说創新高 因为你前面有个高点 16579 但是它并没有收高 所以台北股市昨天的收盘 可以说是創新高 但问题是你会发现到 你台北股市在这地方創新高 不代表着说 每一档个股都上去 到现在为止你发现 你看 你农历年之后 你去买股票 你看到到现在为止 是没有赚钱的 如果我们再把融资加进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很多人到现在为止 都还在等解套 对不对 比方说 有些个股也是一样 你看 农历年之后 你进场去买到现在为止 没谈 现在都在等解套 这些个股其实还蛮多的 有没有 想说也是一样 你过完年之后去买的到现在为止 就一路在等解套 对不对 不要说拿跌的股票来讲 拿涨的股票来说 你仔细一看也是差不多 你看 从农历年过完年之后到现在为止 看起来好像有创新高 可是没上去 到现在为止 顶多打平 对不对 很多个股是这样子 农历年之后你进场去买到现在为止 也是没有赚 对不对 所以台北股市现在不是创新高的问题 是它有没有机会再继续攻的问题 好我们来仔细看 接下来的盘要怎么去解它 我们注意看 盘子我都会提早跟大家做说明 那当然我不敢确定说我们一定百分百 因为这中间的过程里面 我们还要去看什么 国际金融的表现 再去做一个研判 再去做一个稍微修正 可是到目前为止 整个台北股市的走势 我觉得大致上跟我前面讲的差 差不了太多了 我们来仔细看 上个礼拜五 我在节目就跟他说 下周后半周才是考验的开始 对不对 下周就是本周 那为什么后半周 这个礼拜的后半周 才是考验的开始 各位你注意看 当然我们刚说台股连续长两三天 今天稍微有点震荡 算合理 那再加上要放清明长假 这也算合理 可是事情就真的那么简单吗 好我们注意看 因为我在这几天 我有跟大家讲过 接下来的台股 它会受到几个重点去影响 那当然这几个重点 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那大家 大家就要去看什么 这个好跟坏之间 谁的力量比较大 我在这几天的时候 礼拜一 我就有跟大家讲 台股接下来面临到几个考验 一个男人股市 一个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另外一个是美元 对不对 就这几个重点 好我们来看 昨天我跟大家说过了 相对台股而言 有两个比较好的方面 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 最近指数为什么拉得起来 因为外资的期货仓位 它并没有一路增加空单 到昨天是负的19365嘛 上个月最低是有来到3万嘛 所以最近的空单有稍微回补 有回补呢 当然对台股的上涨会比较有利 压力就没有那么的重 但是呢 关于整个期货的仓位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你4月21号才期货结算 你现在是3月31号 如果依照过去历史来看 结算前的一两个礼拜是比较重点 所以呢 是不是说外资的期货仓位 就一路再缩减 那倒未必 4月上旬的时候再去看 这个期货仓位啊 会不会空单又再持续增加 如果说再持续增加的话 嗯 那这个盘式震荡 应该是在所难免的 对不对 好那这是最起码 这是对台股 第一个比较好的方面 那第二个方面在哪里呢 我这两天有跟大家讲过 我说南岸股市啊 这个地方啊 它有没有机会去扭转这个趋势 现在月线还是破季线嘛 但是呢 南岸股市真正的考验 应该是大致上从今天开始了 为什么 因为它季线的成本已经上来了 接下来就一路往上 接下来就一路往上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地方上不去 没有办法去过三月份的高点的话 你只要稍微一跌下来 你的季线就会下压 那你现在月线已经下压了嘛 所以呢如果你的季线也下压的话 后面这地方啊 它的压力就会比较重 那如果说这个南岸股市的压力 比较重 当然你台北股市一定会多少收到影响嘛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目前来看 嗯还好还好 因为它现在最起码这两天有稍微动起来 可是呢它的季线成本 从今天开始才要增加 好在这个最起码这是比较好的方面 好不好的方面在哪里呢 我们来仔细看 昨天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 盘中啊冲到1.77啊 它创近期波段以来的新高 不过当然啦尾盘的时候有拉回 不过还是守到1.7嘛 对不对 那你从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里面来看 这地方它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什么 明显的下底 反而它慢慢慢慢的缓步的走高 那如果说这地方啊 没有办法去破前面这个低点的话 那代表着说什么 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就算稍微 有的时候涨多稍微走整理啊 它后面应该还有机会冲高 还有机会冲高 好 那这就代表着说啊 当它一冲高的时候呢 会造成什么现象 这应该懂啊 你看我节目这几天 这一段我大概差不多半个多月以来 我都从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有跟他做分析啦 所以整个关联性我们都有跟各位讲过 所以这应该 你会很清楚的发现 为什么今天美元就在创新高嘛 对不对 你看喔 美元我从三月初那个时间点我就跟他说 他站上月季线嘛 你过前高之后就黄金交叉 对不对 所以那涨多修正之后还是继续冲高 那为什么他今天会冲高 因为你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跌不下来 当你跌不下来之后呢 你美元就一路冲高嘛 好 当你美元一冲高之后呢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你看喔 今天的亚洲盘其实都不漂亮 上海股市呢今天就跌下来了嘛 日经也跌嘛 就算你今天有开高的也都跌下来嘛 为什么 因为美元指数上来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你说到底这个盘有没有机会说 过高之后一路往上走攻击 4月份的盘要怎么去看 好那各位我们来说 我们昨天就说嘛 两好两坏 现在对台股多方有利的是两个 那对台股多方不利的是两个 但是呢对台北股市多方有利的 第一个就是 呃 外资的期货仓位 跟整个南安股市的走势 但是这两个有时间性啊 后面还要再观察 现在还不能说完全确定 但最起码他们现在 都对多方比较有利啦 但你对整个多方比较不利 就两个重点嘛 你美元一直创新高啊 那你美元一创新高 你就会发现 今天怎么搞的 亚洲盘今天都跌下来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 当整 你看哈 美元创新高嘛 刚已经看到了 我们现在就看人民币 你看人民币一路在近期啊 贬值到今年的新低嘛 所以在股市上面的表现 就不怎么样 对不对 这次月季线也都破了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提防什么 这个地方会不会受影响 那如果说你这个地方也受影响的话 你说台北股市要继续走攻击 那个机率就不大 好那机率就不大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去看 4月份台股依然会受到 美元的走势 跟1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变化 那接下来呢 反而后面还有一个重点 那这地方我稍微提一下 改天有空我们再来说啦 因为你高科技股到现在为止呢 月季线上不去嘛 这波是打到半年线对不对 他有弹起来啊 可是你要注意的听喔 他现在月季线上不去啊 刚刚我们说什么 你南岸股市因为 季线这个礼拜 现在才刚开始要上来 所以他之后只能涨不能抵 那你一跌的话 你季线就会下压 好 这个现象呢 同样的在4月份也会发生在高科技股身上 如果你高科技股这地方 你再谈不上去的话 经过整个4月份啊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呢 这一两个礼拜之后呢 他继线也准备下压嘛 那如果说这也下压 又出现什么交叉 我的看法是这样啦 4月份的盘一定是震荡激烈 高档震荡激烈 要看那种涨跌啊 都会受到什么 美元的涨跌 然后其公債殖利率的变化 甚至于呢 这也会影响到国际股市嘛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高档震荡 会形成一个多空交战 那多空交战之后呢 接下来会不会出现转折 这是我要注意的东西啦 所以我先把 未来4月份可能会有这个现象 那种多空交战会很激烈 所以呢 操作上面 就不要乱做 等一下我会去讲股票 因为今天3月31号嘛 在指数的部分 我昨天有跟大家讲过 我们整个3月份呢 总共累积了有600点 好有600点 那我在指数的操作里面 我给我自己的目标 是累积一口单一个月 4到500点的目标 就是我要给我自己的方向 不能乱做啊 今天有机会就做 没机会你也乱做 不能这么做啊 所以呢 那从这大半年以来 我有跟大家讲过 就那个农历年那两个月 有时候时间少 有时候那个农历年就很焦灼 所以呢 我除了1月份 是赚250点 2月份有300点之外 这大半年以来我们都有达到 好你看 7月份610 8月份570 9月份有920 10月份有608 11月份有628 12月份686 对不对 好 刚才让你看到3月份 累积600嘛 对不对 我说尽量累积对的嘛 啊能够失误尽量把它缩小 尽量把它缩小 好啦 我没有百分百 今天我失误的 让你扣个100多点好了啦 同样再怎么样都有400多点 对不对 再怎么样都有400多点 所以从过去来看 我们都有达到嘛 所以呢 整个指数的部分呢 我们将在4月份 开始重新累积绩效 照样我们会 要达到我要给你的 一口单一个月 4到500点的目标 好这大半年我们都有做到 因为我们稳稳荡荡的做 这是我们要给 我们的会员的东西啦 那 你看啊这大半年 我们没有输过 跟他没有输过 一整个月下来嘛 有赚有赔嘛 但是我赔的 我会把缩小 把风险缩最小 但能赚我会尽量赚 所以呢 4月份开始 我们要重新累计 要赶快跟上脚步 好不好 今天我要帮你达到 齐股双赢的计划 一路发到年底 今天礼拜三嘛 本周就截止 剩最后几天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好不好 待会儿回来 我们就来讲个股 个股比较重要 这地方如果乱做的 到现在为止 你都会发现 怎么搞都赚不到钱 怎么搞都一堆股要套牢 操作有方法 方法在哪里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做解说 好不好 休息一下 待会儿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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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赛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具检及巨测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默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动院内政部警察署 欢迎您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的指数有稍微整理一下啦 目前跌106点 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涨了两三天 这边震荡算合理啦 但是呢 也加上因为年罪的交易 就要过清明节嘛 所以这里会有点震荡 应该也是算OK啦 但是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好 刚刚我已经把 未来整个四月份 大致上会怎么样 好 目前我们稍微提一下啦 因为最近来看的话 美元一路走墙 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股市啦 那现在重点是 那你现在个股要怎么做 刚刚我们有说过 指数昨天收盘壮升高啦 好 因为前面有个上影线 它是没有收盘啦 收盘 但是以收盘来看 昨天是创新高 好 可是呢 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发现嘛 農曆过完年之后 到现在融资一路创高嘛 现在已经增加了多少 313吧 稍微看一下 大概300多亿 300多亿 好 但问题是 你现在融资增加的 不代表说你都是赚啊 我们刚刚看到嘛 台积电好不容易谈起来 你过完年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赚 还在等几套嘛 很多个股是这样啊 好不容易昨天谈起来喔 可是你二月份 二月份之后 过完年之后买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赚啊 很多个股都这样子嘛 对不对 好 那再来呢 那这个盘到底现在要怎么做 好 我们来看齁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喔 有些个股啊 你不要越买越多啦 好 买那么多 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啦 你要懂的是 怎么样去集中火力去波段操作 对不对 啊 股票本来就是要有买有卖 好 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啊 很多个股我们都是低买高卖 之前的中阳光周线还没有动 我叫你买嘛 拉高之后我有卖嘛 好 我们低买高卖 之前的建汉也是一样嘛 低买 拉高之后呢 我也跟你说我要卖 对不对 因为我卖掉我再去买下一档 当初买阳城嘛 阳城买完往上攻嘛 啊 两天是不是15% 对不对 那一上来的时候我会跟他讲啊 上来我就卖啊 我先卖嘛 系码也是一样嘛 周线在大底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所以低买 拉高我们也卖嘛 对不对 好 那现在重点来 很多个股都这样 这波很多个股我们都是低买高卖 很多个股都是低买高卖 好 那现在重点来 你会说 我现在这样不能买股票吗 没有啊 我说 你现在是要卖掉 你才有多余的资金 然后你再去买下一档 现在不是说你的股票是套牢的 然后呢就不管他了啦 啊算了啦 我再去买下一档 还能抓强势股 那结果呢 又去追高 追高之后呢 又掏住了怎么办 没办法解决嘛 好啦 再去买下一档嘛 对不对 你看喔 你到现在为止持股多少档 好啦 好不容易让你抓到一档 我们不要股啦 一档会上涨的股票 你买不多 买两张三张干嘛 结果套的是一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跟他讲 你一定要有买有卖 那当然这种震荡的盘式里面 你要怎么样去买到对的股票 重点放在哪里 还是这几个重点啊 低档嘛 有题材 重码稳定嘛 跟指数无关嘛 对不对 好那各位 这样子讲 你可能会想说 用讲的比较快 我用做的啦 那到底个股在哪里 我们从VCR里面来看 好不好 股票我们提早已经跟你讲过了 那看完这段VCR之后 我们再来做印证 OK 导播请播VCR 谢谢 掌握这个盘面里面 价值低估的股票 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资金不够大的 你去掌握这一档 这一档我在3月17号 有跟各位讲过 他现在在走打底 那我说为什么 我认为说他这档个股 有机会过景线 产品公布应求订单 已经排到今年第三季啊 那代表说他有这个订单 他有这个获利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获利 我们仔细来看 这档个股 今天已经开始准备 要去挑战景线 因为他1月营收年增96% 2月营收年增71% 那你不要忘记啦 等到4月中旬左右 要公布第一季的季报 那你一二月的营收都年增 年增很多的股票 我问你嘛 你第一季的财报 不会太差嘛 对不对 更何况他订单接到3月 第三季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些个股是从低档 才刚要准备走攻击的个股 所以呢 你稳稳荡荡的去找这种低档型的股票 你绝对赚得到钱 好不好 所以呢 这个盘喔 买东买西 都没有办法赚到钱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 慎选个股 好 慎选个股 那你要怎么慎选个股 股票你要卖嘛 高点卖掉之后 你赚到的钱 你再去买下一档 对不对 这样就越买越多 不要说 今天上涨的股票 几乎都是你的 没有这回事啦 你看节目看那么久了 应该也知道吧 很多时候 那个奖的股票 每天都不太一样 那这对你而言 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那到底后面 要去涨什么股票 那我跟他说嘛 我们很多个股 逢高我去做卖出 因为未来的盘 我解释过了 我对于这个盘 你说是不是能够 直接一直走供给 我希望啦 但是我看到美元 是怎样子涨 我刚刚十年纪 公債职率也没有跌下来 那当然这地方 我是觉得 不要乱追比较好 不要买一堆比较好 但是你赚到的钱 你要懂得说 我怎么去掌握 后面的轮动嘛 所以我说几个条件 就在这里 对不对 好不要再念了 我们来仔细看 刚在VCR里面 前两天吧 今天31号 3月29号 我就跟大家讲 很多个股 在这个地方去走一个区间 对不对 那当然你这个区间 能不能过得去 这是重点 那我要怎么确保说 它能够过得去 就是说 你股价要有基本面支撑嘛 你现在股价在这里 可是你基本面已经上来了 那代表说 有些个股 它现在在这个位 在低档的位置去不合理啊 因为你基本面上来 所以我那时候 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1月营收年增96% 2月营收年增71% 对吧 好我们再回头来看 我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解释 就是 我说台股 接下来面临几个考验嘛 什么南韩股市 10年期 公債直立美元嘛 对不对 这我刚刚都解释过了 那接下来 进入到清明假期嘛 那时候我还跟你讲说 4月中旬 台股要进入到 第一季的财报公布嘛 对不对 好 那我要怎么确保说 你这个地方财报公布之后呢 我的股价会上去 你就去看那个 前面1、2月营收有没有成长 因为1、2月正好面临到过年嘛 如果说你1、2月的营收都是衰退 那不用讲你4月中公布的财报 第一季不会太好 合理吧 那如果说你现在4月中旬左右 你所公布的第一季季报 你要怎么确保说它就是很好 你看这就知道啦 这一定很好的嘛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过不过得去 答案很清楚 好我们来看齁 这叫金相光啊 我在3月17号的时候 我在我们这个light edge里面 我有跟大家讲齁 下一档攻击股 我图写在这里 我说想了解你可以留电咨询 对不对 你那时候打电话进来的 我也都跟你讲什么一档 你看齁 那时候3月17号 我跟大家讲 产品供不应求嘛 订单排到第三季 我也是跟你讲金相光 对吧 你看我现在跟你讲的股票 我都提早预告喔 不是说等到涨上来了 我再跟你讲说你看我们的股票 或手比一比 你就说你看我的股票创新高 买在哪里都不知道啊 我讲法不太一样啦 这是今天的金相光嘛 前面有低点我就一直买啦 因为那时候正好 一直都有新会员加入 所以有低点我都叫新会员买啦 你买就对了啦 结果今天创3月以来的新高 对不对 好那各位你注意看 这档个股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我在去年11月份 那时候在走震荡的时候 我就9月10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股价上不上去怎么对呢 所以前面那一段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赚了四成多嘛 当我低档买完我高档卖掉之后呢 这几个月我都一张都没买 好我一张都没有买 好你再仔细看齁 今天金相光起来嘛 对不对 你再仔细看啦 前面这一段我低档买完我拉高卖嘛 虽然后面有创新高我也不追了啦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赚了四成多了 这一段过程当中 我都没有买一张都没有买 但是一直到什么时候 从3月17号我在LINEX里面送给你这档个股之后 我前两天也跟你讲啊 一月营收二月营收都在年征 所以呢我在近期三月份我才进场去买 很清楚齁 OK好 所以我刚刚跟他讲 你现在要的是什么股票 我们再回头来看 台积电不错 好可以啊 可以买 不然你过完年之后买到现在为止 你再等几套啊 不是吗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啊很多个股也是这样嘛 我们拿涨的好不好 过完年之后到现在为止呢 你有赚吗 没有啊 可是你去看嘛 我刚刚已经让你看到我多少档股票 我们去获利卖掉嘛 那我今天卖掉之后呢 我才去买新的股票嘛 而且一二月份营收代表说 它今年第一季一定成长的 所以你等到四月中在公布季报的时候呢 有些股票呢 它的营收是一定成长 所以我就跟他讲啊 那这种股票有低点你不买 你什么时候买 对不对 各文化我全面已经赚了四成了 对吧 是吧 所以呢做法就是这样 因为剩下20秒我也没有时间再讲后面 要攻击的客股了 慢慢我们再来说 晚上8点再说也可以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旗鼓双赢的计划 我希望不管股票有期货 我都帮你创造双赢 但是四月份的盘势我认为 应该是高档多空交战 那这多空交战应该会很激烈 因为这跟国际金融有关啊 但是这中间 到底会不会出现高档转折 老实讲 后面我还是要看国际金融 我才能跟你说啦 但是我会说它是高档震荡 那高档震荡就不要乱做好不好 一路发到年底 本周截止 剩最后这两天 欢迎你来电咨询 晚上8点钟再跟大家做分析 晚上见 拜拜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运达投资核心操盘团队 投资人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卜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酒价发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聚检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价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价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